联合化斩 联合化斩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 我也要参加呀 我们辛苦了这么久 努力了这么久 等待的就是这天来验收成果 若虹 我以为你根本不想来参加 不然我一定会通知你的 秀山 志文 叶铭 你们呢 你们这么冷漠这么仇视我 把我当作瘟疫一样躲得老远的 我知道了 你们一个个根本就是要联合起来抵制我 排斥我 要让我在话台上消失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我们要抵制你排斥你 实在是我们高奔不上你 不是当初的梅洛洪老 高攀 你是什么鬼话 不是吗 再说 如果你又回头来参加最马化会的画展 因此而离开四海航运 那么杜士玄不是通知你一名 得你的左右手 那我不追过了吗 杜士玄通知一名左右手不打击 最可惜的是你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无论是爱情还是财富地位什么 都转眼成泡影 那也是我们担待不起的 简直是鬼话连篇 大家朋友一场 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况且你们自己也都是画画的人 你们会不知道画画对我的重要性 你们会不知道接着画展来找寻知音 是一个画家最大的动力吗 梅月红 你小声一点行吗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一文件党政工商各界的代表都来了 你不能共襄上语也就罢了 不要还来搅局好吗 我们很需要一个庄重宁静的会场 紫萱 连你也不肯来通知我一声 我们一向不是最有默契的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要的是什么不是吗 你简直是莫名其妙 告诉我 默契也是为你自己打破的 没有人有意味要为你做什么 没有 你必须找来不及 你必须学着了解这一点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就算我现在赶回水云间 把画搬过来也来不及了 人潮越来越多 真的来不及了 紫萱 你真不应该 你不应该跟着大家一起来排挤我 我总以为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遗弃了我 你也应该站在我身边呢 你这人真是太奇怪了 自说自话到如此地步 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你赴了天底下人之后 却还要要求天底下人都继续得仇你 什么是应该 什么是不应该 没说我哄 我不是你的影子 不是你的奴隶 我也有个性 也有情绪 也会受伤 也会发怒 也会发怒 你实在是 太狗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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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狈 你不是很幸福了吗 你不是得到你想得到了吗 你就去啊 你去享受你的幸福了 画画算什么呢 我 没有好 其实你认真想想就明白 本来本来就不是我们要排进 是你自己放弃的 是你自己放弃的 医术这条路 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多大的横行来支撑 如果你自己半途而废了 任何人的帮助都是一事无补的 是 是没有错 没有错是我自己放弃的 医术这条路再苦再难 再怎么样满步荆棘 我也应该坚持下去 是我自己退出的 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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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好 好 好 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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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吧 若红 不要着急 不要难过 好不好 我看到消息了 最麻花卉的联合画展 他们没有邀请你去参加 心里一定很不舒服 但是不要灰心 不要难过 还有机会的 你不要吵 不要理我 不要吵我好不好 我要画 我好久没有拿画笔了 你走开 让我专心地做画 我 我知道 是我耐误了你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我已经在画坛上消失 我已经被艺术界列为拒绝网来户了 我已经被你 还有你的父亲联手扼杀了 我 我的才华 我的抱负 我的热情 我的朋友 我的前途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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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你们给扼杀了 若红 不要这么说 求你 我不要扼杀你 我不要当这样的筷子手 若红 我求求你 不要生我的气 不要这么大声对我说话 好不好 不会绝望的 我这回一定跟我爹力争到底 如果 他还是那么固执强求你的话 我就离家跟你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才太激动了 我不该对你咆哮 不该对你暴跳如雷 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若红 告诉我 你爱画画 胜过爱我 对吗 对 对 倩倩 倩倩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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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相信我爱你 可是 可是我也爱我的画 真的 失去绘画的美若红 根本就是一个不完成破罪的人嘛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喊画画 你们一个是水 一个是空气 没有了水我活不成 没有了空气我也活不成 你们对我是一样重要的 我就是不懂 我为什么不能又有水又有空气呢 我懂 我懂 能做你的水 我已经很满足了 若红 你什么都不要怪 你只怪画你的画吧 我一定要让你又有空气又有水 我要帮你将那个朝气蓬勃 心心十足的美若红找回来 什么空气 什么水 那是什么跟什么 我听不懂 总而言之 这个人我是看透他了 我杜世泉一辈子用人无数 还没用过这种乱七八糟的人 高兴来上班他就来上班 不高兴来上班就不来 我告诉你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他以为他是什么 老板呢 就算是老板呢 也没这等服气这等好命啊 爹 我知道你不想再人难若红了 我能了解 就像若红他不想忍耐去上班是一样的道理 这些日子来的努力虽然都白费了 但是并不可惜啊 让我们对对方都更了解也是好的 总之 你和若红赌心尽力去适应对方了 也可以说没有遗憾了 那又怎么样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让若红做他自己啊 我让若红做他自己啊 他不要去上班 他要专心画画 爹 爱一个人就应该爱他的全部 包括他的优点 他的缺点 他的爱好 他的志向 画画是若红的优点 也是他的爱好 如果我连这点都不能成全他的画 那我还配谈什么爱与不爱呢 啊 不上班 继续画画 然后任你随他而去 过着乌不避风衣不避体的苦日子 你认为我应该妥协喽 老爷子啊 你不妥协又怎么办呢 留这么个人在公司里啊 这是图给人留笑饼罢了 公司啊迟早会给他搞垮的 现在能叫他走 就赶紧叫他走吧 没什么建设性的话少讲一些吧 女儿是我的我会关心他的 不需要劳烦你在这插嘴搬弄是非 这个家不是我的吗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公司的人事吗 公司里用了什么人 对公司的发展是不是有帮助 或者是有阻碍 我虽然不是很懂 但是老爷子既然有困扰 我身为家里的一份子 多少表示点关心也不为过嘛 我还不知道 你就希望若红离开公司 就希望千千和他爹父女失和 好了一连 说到哪里去了吗 我没有说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在谈正题 世权是你糊涂你健忘了 那些惨痛的教训才刚刚过去 你马上又让那些不幸重演 这儿 这儿 那儿 世权 你再找若红好好开讨他一下嘛 他也不是那么不受教的人 这孩子本身还不错 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吧 我想啊 他大概是不得法抓不到窍门 你再指点他一下迷津 也许他就开窍了呢 你就坦白说 你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能解决的 我们一起来解决 我不能忍受失去画画 你懂吗 连展举行了却没有我的份 在艺术表演的领域里 我已经失去了舞台 这让我好痛苦好难受 这个班我是不能再上下去 我要重施画笔 谁叫你失去画画的呢 是你自己没有把时间分配好吧 你自己说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你上班八小时睡眠六个小时 你还有十个小时可以画画 你忘记了吗 现在呢 你非但没有实践自己的承诺 还在我女儿面前 以被迫害者的姿态诉苦生冤 让她兴生不忍造成我们妇女冲突不断 你这样还算是男子汉的行径吗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实在是我自己 我自己过得一团乱了 一天剩下的那十个小时里 有五个小时都被我拿来痛苦懊恼 挫折生气了 还有五个小时我忙着找资料 翻资料寄资料 搞了老半天 最后我连一分钟画画的时间也没有了 这种混乱的情形又不是永远的 你迟早会熟练的 你犯了那么多错 我可曾在你面前准备过你一句 结果呢 你那么快就打退堂鼓 你不觉得有点失信于我吗 难道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这么胡同手伪的 不是的 当然了 最重要的原因 是我太不喜欢上那个枯燥乏味的班了 不喜欢 你有了杜世泉 就喜欢辛劳营生奔布劳顿的吗 人生在世能净如人意吗 还不都是记一份责任性在奔辞自己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你果然是一个自私自利 不肯牺牲没有担当的男人 话不能这么说 伯父 我只要努力地画 总有一天 我一定可以画出一片天地来的 那个时候 我自然可以靠着卖画来养家活口 那么请问你欺欠呢 五年 十年 三十年 还是百年之后呢 我可是听说过 许多名画家 什么反骨了之类的 都是死了 画成一堆白骨之后才出名的 而他们的妻子儿女 早已经饱受 一辈子饥寒娇破之苦啊 好了 你也别再老是什么空气什么水 没有阳光你也活不成吧 你好歹把这份行营公司的工作 当做你的阳光吧 用来养活你自己 养活我女儿千千 将来你还要生儿育女 总要给儿女们 一个安地温暖的家吧 好了 你努力去做吧 你的聪明才智不输人 你一定能够爱情绘画工作 三者得监的 来 恭喜 大家恭喜 恭喜 恭喜连转成功 不是干的 这人头专动是交易如潮 干杯 干杯 真的真的是可喜可贺 今天我一定要多干他几杯啊 我是不懂话 但是看他胜过空前的场面 就知道一定很成功 你吃 我喜欢喂你嘛 你看这个 ween 子君 还有我 你不可以厚子薄比啊 哈哈哈哈哈哈 叶平 taco Meaning 你们少碰我老婆啊 更别小动我老婆的歪脑筋啊 她笑话吗 她还有我在场啊 就öt你要顧觉一下我的面子嘛 对不对 顾云东 你有没有搞错 谁是你老婆 你跟子萱早已经离过婚了 你说话才应该慎重点 那 那这怎么能算呢 那样就叫离婚了 那根本就是你们剩下的红门燕 以我上当的 我真猜的被你们摆了一道 我才不承认我们离婚了呢 有此一说吗 你还真天才 是安简直优秀啊 赶你不朽了 顾云东 你少赖账了 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几个人可都在场的 一个一个都是见证人 你可是签了字 盖了张假不了的 算不算 盖了张又怎么样 签了字又怎么样 配合我们没盖过 当签过名啊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要吵吵率率率 捡捡漏漏的就叫离婚了 那比起我们结婚时的场面 那又怎么能算数呢 你们晓不晓得 我们结婚的时候 发了多少帖子 请了多少客人 开了多少多酒席啊 这流水星 把咱们家方圆 十里的项路 偷偷都占满了 就凭上一次 你们几个嚷嚷 这样就叫离婚啊 那你想怎么样 找律师对簿工厂啊 可以啊 来啊 我有十处的 帅帅打赢官司 玉农呀 婚姻只不过是一种形式 我都不在乎了 你还在乎什么呢 离了婚 你照样可以重新追求我呀 妈 你